随着沙巴水务局副局长张志康 他的拿都级哥哥和一名涉案的会计师 今天延扣期满 三人获得推示批准保释外出 推示预令张志康和哥哥 分别以10万令吉和两名担保人保释 而会计师则以1万令吉保释 三人之后必须每个月到反贪会报到 反贪会是在本月4号 逮捕沙巴水务局局长阿旺达西和上述三人 并从他们的住家、办公室、轿车和银行户头 起获了相信是贪污得来的超过1亿令吉 现金、珠宝和地契等数目令人择舌 阿旺达西昨天已获保释 副首相劳斯里阿莫扎西的女婿 拿都塞埃尔曼拔牙石昏迷死亡一案 则定明年1月23号至27号一连五天开审 控方预计将传召11名证人出庭共证 基隆坡地庭法官在那沙列今天也责定 案件11月11号最后过堂 控辩双方必须提成完整的文件 36岁的被告陈德进被控在今年6月1号傍晚至晚上 在孟沙玉起牙医专科中心错误导致阿尔曼死亡 抵触刑事发点第304误杀条文 但被告否认有罪 马六甲无名男子被控在去年1月至6月期间 多次强奸一名15岁未成年少女 控状指年龄介于18到32岁的被告 摩哈默沙里扎 摩哈默废扎 摩哈默阿兹里 马法提斯和苏克里 在6个月内与马六甲中部多个地点 如酒店 车上 住家和清真寺的厕所里 强奸受害者 抵触刑事发点第376之1条文 一旦罪成 5人可被判坐牢最高20年和鞭吃 法庭允许5人各以1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 案件则定11月17号重新过堂 NTV7综合报道